颈椎病的鉴别诊断 张富军西电集团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颈椎病啊 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颈椎病的话 要需要和一些 我们常见的一些病 如意捧销 那么就比如说 这个眩晕症 另外一个我们还常见的 耳鼻喉科的这个耳食症 那么还有一些病是高血压 它也会引起这个眩晕 还有这个脑梗 这些都可以眩晕 那么我们颈椎病也可以 引起眩晕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节周炎 那么我们有些病人的话 肩膀疼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是颈椎病也引起的 那么也有可能呢 是你本身就是一个颈椎炎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常见的就是 是上肢的麻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有可能是一些颈椎的疾病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些 神经受压迫 导致的一些周围神经 那些疾病 那么这些呢 需要到专业的医院 到找专业的医生 去来见别 专家提示 颈椎病鉴别较为复杂 与现在常见的 现运症 二十症 高血压 脑梗 肩周炎 以及压迫周围神经的疾病 急液混淆 所以需要到专业的医院 到找专业的医生 去鉴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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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